水利处推出LINE介面 让所有市民都能共享 包括定位查询 在地水情 CCTV影像 避难资讯 灾害通报 警报器订阅等服务 掌握各种水情 我们信息即将来临 5月1号就算信息的开始 那我们其实在信息之前 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作业在启动当中 那目前我们有一些执行面的 或者操作面的成果 也想说需要透过媒体朋友 来帮我们推荐给市民朋友 那我们主要是在水利黄灾这一块 我们透过了一个我们水利处的台北水利 当然前面是列列水利 它这个LINE的平台 等于是用一般民众最亲近的方式 就是在人的方面 是用LINE的平台很亲近 那另外就是在时间上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 加值给所有的民众 都可以开放来使用 那当然现在我们会先 就12个防災社区来跟它试 试诱的过程中 我们会去Multify 会去滚动室检讨 那这样的推波方式是把一些市井的动作会做在前面 让民众在LINE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另外就是人时地 时就是能够在及时把这些相关的资讯市井出来 那地就是我们现在LINE能够加入的这个市民朋友 是可以以它的所在的行政理 就是这个地点我们已经精细到用行政理来把这些水行雨量 相关的资讯能够提供给民众知道 那这个部分在目前来说 本来的防災系统 我们都是一些可能跟学术界 或者是跟消防局的合作 有些城市是我们官方在使用 那我们透过这一次把它释放出来 让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来使用 近年来其实发生很多状况 比如说像前年的0604 那很多这个里长市民会打电话来说 这个地区淹水了 我不知道没有办法做应变 淹起来了我也找不到防水闸门 也没有时间来做这个架设 那再来都显示 我们知道的情报 是似乎外面的人没有对接起来 他没有办法做相关的这个应变 那我们期待的发 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希望透过民间也可以一起来工部门做好自己的事 那民间也可以做好自主防灾的相关事件 那透过我们已经掌握好这么多年的这个充分的资讯 来透过这样的平台 推播到民众的身上 让他可以协助政府一起来做防灾应变的工作 那这样可以让他们灾水降低 我相信一次的淹水过后 如果灾水降低 事实上民众的产生损失降低 我想就可以安然的度过 也可以达到这个任性城市的一个目标 水利出的练练水绿台北水利赖官网 在防汛期间协助民众获得快速水勤资讯 非防汛期间则提供一般生活资讯 如气象和滨相关活动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LINE 因为我们过去思考过非常多的APP 我们市府很多还有其他县市运用APP 常会去开发一个iOS系统 enjoy的系统 但事实上都呈现有根本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后来决定就是说选择最简便的 而且也是台湾市民最常用的一个LINE的一个软体 然后来搭配我们这个后台 相当多的这个IoT的这个建策系统 将近有400站的这个雨量水位 还有核酸水位还有雨水下来到水位及车尾站的相关资讯 来做一个整合处理 来推播给民众 那在这个做法上面 其实现在最重要是我们这个系统结合两个核心的一个 这个核心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一二十年来 所有积水的状况跟降雨的状况 我们去分析完做出一个资料铺的对应 来做出警戒指跟预警这个资料来做第一个核心 那第二个核心我们也运用近三年来 我们这个公务局推动了这个科研计划 尾多台大团队来研究有关于及时跟气象局合作的这个雷达降雨预报的资料 来在快速的情况下去演算出可能积水的区域 每十分钟演算一次 然后未来两小时的淹水几率是如何 然后透过这样的资讯直接推送到地方上去 让民众有足够时间来做相关的应变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一次我们可以让这个你在乎的你 尤其你可以自选三个你 然后完成订阅 那后续达到相关的警戒指 他就会直接推送 是一种系统主动推送事的 而不是你要上去查询才会知道是 直接推送给南载 那再来就是说在四月底 我们这一方面尤其在第二核心 在台大团队这一块非常急 十分钟的运算 未来两小时的积水的这个状况 这是在过去三年我们实验的状况 他演算出来会一个平面的一个积水的这个推算 我们会透过套叠相关的你订阅的资料 如果有发生相关的状况 我们会即时的在他演算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们就推送到地方 那从三年来的经验 我们透过后续的把它拿出来 重新再review一下 那几乎至少都可以达到三十分钟以前 去了解到我这里可能已经 这个水已经要积上了 那事实上就有这样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做相关的防灾应变 那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 运用这样的淹水这个模拟 这个可能淹水浅室的模拟来套用到这个系统上来 而且首次来公开民众在自主防灾上的运用 那这一块现在已经导入了 那预计四月底在12个自主防灾社区会先行运用 那民众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五月底就会全被开放给市民来订阅使用 随着气候越来越极端 能够应变的相对时间也缩短 透过这项服务 期盼市民提高警觉 能在第一时间自主防灾 降低损失和危害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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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к 好 跟我